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海拉是遭受家暴残害的对象 是揭露真相的记者 也是保护儿子的母亲 男主车敏俊是冷血无情的律师 是被阴谋打击的落魄者 是女主背后的操盘手 两人共同合作与权力对抗 为生存 推严和正义而复仇 节奏飞快爽点十足 提前预定2020年末爆款神剧 故事开始 女主海拉是大众眼中的成功典范 从小记者做起 一步步逆袭进入上流社会 不仅嫁给了知名电视人 自己也很争气的出书 直播 还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所有人以为海拉直播时代面膜 是为了方便讲解美妆之事 却不知道她是为了遮盖脸上的淤青 那个人人羡慕的好老公 实则是个家暴男 海拉似乎没有打算结束这段关系 在家庭中生活中惶恐入日 但对外她就表露出了强硬 羡慕和嫉妒如影随形 电视台女主持绿茶看海拉不顺眼 逮着机会就喜欢影射 是海拉靠老公上位的三流记者 结果海拉毫不嘴软对了回去 直言绿茶 爱情事业方方面面一大糊涂 想见好老公上位都没得见 把绿茶气得那叫一个暴跳如雷 对上业界资深的前辈老徐时 海拉则会很懂事的送上礼物 可以说是八面玲珑 他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在的生活 可即便如此 一场地狱般的噩梦还是盯上了他 紧接着 都敏俊的表弟男主车敏俊登场 敏俊是一个冷冰冰的律师 他刚刚帮一个老板打赢了官司 让一位声泪俱下起诉老板性暴力的女员工无功而返 这位原告因为这场意外没了肚子里的孩子和近在迟迟的婚姻 最后官司又打输了 哭得非常凄惨 敏俊一时间有些不忍 庭审结束 敏俊被人砸了臭鸡蛋 还被指控比有钱的恶人更恶劣 敏俊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去 他本想靠着激烈运动来摆脱心事 但满脑子都是自己受到的指控 与此同时 敏俊的同事小白 出现在官司打输的原告家门口 将一袋的钱交给原告的妈妈后匆匆离去 画面一转 小白告诉敏俊钱已经转交 希望敏俊能振作起来 那就是去参加海拉的签售会 此刻 正在前往签售会路上的海拉 因为堵车和路上的小车祸 眼看就要迟到 他只好去搭地铁 却不料 在地铁站偶遇了后背阿诚 干时间的海拉没聊两句就走了 结果不小心办了一跤 多亏阿诚扶住 脚破了 高跟鞋也有些损坏 结果又是贴心的阿诚帮忙处理 海拉显然有些羞涩 各种波折过后 海拉总算赶上了签售会 此刻敏俊和小白也在现场 并且第一时间把书全部买光了 这时阿诚也来到了签售会 他假装粉丝上来要新书签名 实则送来了一双好穿的鞋 原来他一直在担心 海拉脚后跟魔破 走路无变 海拉的目光不自觉跟着阿诚走远 签售会结束后 敏俊回到家里 摸着海拉新书上的照片 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另一边忙完了签售会的海拉 终于有空看阿诚买的鞋 看着鞋子里的窗口贴 他感到了婚姻中没有过的温暖 离开签售现场 海拉看到一伙高利贷在追债 追债目标正是阿诚 等追债人走后 海拉前来关心阿诚 不料阿诚突然提出要海拉请他吃饭 与此同时 包受粉丝追捧的海拉老公李哥登场了 在粉丝面前满脸笑容的他关上门的那一刻笑容消失 脸上只剩恐怖 晚饭时间 阿诚嘴里的俏皮话说不停 他表示自己熟读海拉写的书 知道海拉刚进社会时 很喜欢来这家店 一直想和海拉一起来 见海拉不说话 他又自不自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为了有一个好发展 17 岁来首尔 结果不仅入不敷出 妈妈又出意外要花钱 走投无路的她 一步步借贷 变成了今天的狼狈样子 海拉听着动了侧隐之心 这时阿诚开始劝酒 海拉没有拒绝 似乎在阿诚这里找到了老公身上没有的快乐 于是海拉一杯接一杯 彻底拉开了噩梦的序章 在醒来时 海拉躺在酒店床上 贴身衣物扔的到处都是 阿诚已经不知去向 她隐隐欲感到不妙 紧接着 来自记者的围追堵截 让海拉彻底慌了 记者们追问她和阿诚的不正常关系 海拉好不容易突出重围 回到家中 一打开电脑发现热搜第一名就是江海拉视频 虽然点进去视频已经被删除 但关于她的各种桃色新闻已经满天飞 这时出版社也打来电话 书店退掉了所有订单 还有大量书迷跑到出版社要求退货 海拉的人设崩塌 正在引发恐怖后果 右手无主的海拉跑去找老公李哥 却被李哥下属告知 李哥为了这件事 跑到电视台找本部长帮忙 海拉也从对方手里看到了危机公关删除的视频 一个和海拉身型服装都一样的女人 和阿诚从酒店门口一直亲热到了房间内 海拉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份离婚诉讼请求 她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不死心的海拉找到了电视台 一路上饱受吃瓜群众指指点点 她在本部长的办公室门口遇到了绿茶 原本由海拉组织的一档节目 竟然改由绿茶接受 和海拉有关的部分将会全部剪掉 而且这个决定 还是李哥和本部长一起决定的 趾高气昂的绿茶 拍了拍海拉的肩膀 留下了原地爆炸的海拉 这时李哥推门而出 对方根本不给她解释的机会 不甘心的海拉又追了出来 结果李哥抬手差点就是一巴掌 他强制要求海拉老老实实 海拉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紧接着他又收到了出版社要求索赔的消息 一天之内他从天坛掉入到了地狱 与此同时 敏俊也从电视上看到了李哥向海拉提出离婚的新闻 海拉主持的节目也被换掉 看不下去的敏俊关了电视 拆掉眼镜 表情格外凝重 由于海拉个人原因 给出版社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的银行卡被冻结 无法使用 他追到出版社想指着对方落井下石 结果看到出版社的惨状 到这边的话只能念回去 真正落井下石的是李哥 还发信息催海拉回去拿行李走人 另一边 敏俊这边展开了一条悬疑线 他一直在托人寻找一个名叫车利贤的女孩 从两人同性 而且敏俊关心程度来看 这个女孩大概率是敏俊的亲属 画面一转 手头截居的海拉搬进了廉价的考试院 海拉一闭上眼 全是追逐的记者和崩塌的人生 眼泪从闭眼流到了睁眼 这是海拉看到了地上的黑色高跟鞋 突然脸色大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 紧接着 海拉找到了早年间有合作的毛利侦探社 却不料毛利侦探已经退休 现在由侦探之女小兰接手 巧的是早年间 海拉还是小记者 为了尚未偷拍明星八卦时 刚好遇到了第一次把老爹出任务的小兰 谁能想到时隔多年 两人竟在序前缘 走投无路的海拉开始求助小兰 出事当晚她明明换上了阿诚送来的白色平底鞋 但酒店监控拍到的女人 穿的却是非色高跟鞋 但是她已经烂醉如泥 显然不可能再去换鞋 如果监控里的人不是海拉 那么现在针对她的一切负面舆论也都无法成立 小兰已经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她提出了一个高报价之后 决定从阿诚身上开始调查 此刻 敏俊一直在调查海拉的下落 她也是神通广大 竟然查到了海拉 去了毛利侦探社 于是敏俊立刻让小白顺手查一查侦探社 夜幕降临 小兰的调查迎来了巨大进展 她先是发现阿诚和一个神秘男接触 接着尾随神秘男来到一间酒店 狡猾的小兰伪装成醉酒女和神秘男 同乘一步电梯时故意摔倒 将定位设备装到了对方身上 紧接着 小兰又变装成为了酒店工作人员 根据定位锁定了神秘男的房间 给走廊上的绿植装上探头 接下来拍到的画面让她大吃一惊 连忙约了海拉见面 原来 阿诚见面的男人 竟然还在酒店接触了李哥 也就是说海拉的桃色风波 很可能是李哥自导自演的 而且小兰还拍到李哥和大学同学金姐 从酒店一起出来 这个金姐还是李哥做广告代言那家公司的高管 这两人的私情显而易见 海拉的小宇宙到了爆发边缘 她的复仇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画面一转 人间蒸发许久的海拉 居然开启了直播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都很好奇她会播什么 结果点进直播间直接傻眼了 竟然是李哥和金姐在酒店疯狂开车的视频 海拉拍下了一切 吹响了复仇的号角 这里插动了一段回忆 李哥对海拉动手 结果海拉不甘示弱的扇了回去 并警告李哥再赶乱来 她就曝光国民那个是婚外恋 世纪明女性加上家暴的人渣 回忆结束 海拉在心里默默说道 想要裁点我 我也会尽我所能回踩你的 本集完 很久没看到节奏这么快的复仇爽去了 第一集直接预示剧粉首次渣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究竟敏俊和海拉是什么关系 敏俊苦苦寻找的女孩又是何人 海拉的复仇还会来怎样的反转 咱们下期接着聊